《词曲》 《词曲》 是你们两个一起的还是 算我自己吧 那姐弟那边在猜的时候 你也没时间听 我没听到 你们两个定的时间都是9点钟 我们是分开的 因为我们聊不完了 他们每个人的毛病的特点 都非常不一样 一起去参与去问这个朋友 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等一下你们约了几点 我怕她明天十点半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起了 这还是分开门吧 刘畅有提过一期 基因突变 我姐姐同样一样的 现在复查以后 你应该说效果还可以 为什么我特意提到一个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她说她现在的症状也好转了 指标也都下来了 每次复查的时候 结果都是在逐渐的变好 这个上面我好像没看到 好像没问出来 这个其实是蛮关键的点 在采访的过程中间 是能看到病人的话 她的就诊情况更多是什么 症状 是症状 如果这个上面 你们给我的只是一个 检查资料的话 那就不用去问病人 这一点的话 小刘就做得好很多 基本上没有再大问题 她比较关注患者症状的一个变化 老师我们要检讨一下 因为可能也是我们两个沟通的原因 我倒很想说 这个你们俩不是合作去做的吗 对 我去做的 是是因为可能也是 我俩没沟通好呢 合作也很重要 对 我觉得你们其实刚好可以互相学习 所以你们觉得你们互相上面 能互相学习到什么吗 还是可以学习到的 刘昌从你这边学到什么东西 我可能没有什么 没有 我觉得她就是 她经验上很丰富 所以能够抓住要点 但是我就是看待一个病人 我这也想知道 那也想知道 尤其是这个病人问诊的时候 然后高上满 这方面就会搞得会更加的清楚一点 重点比较突出 没有 平时的问诊也会发现 是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 从某种角度来说 其实蛮互补的 那病看好的话 一方面书面支持很重要 另一方面的话 进展指南这些方面 你要事业得拖快 这个就是 我觉得你们其实刚好可以互相学习 那说到一个互相学习的话 那任务又来了 我把那个剩下的PPT做完 你觉得咋样 大家先走 走 边走边说 走吧 你做PPT吧 我觉得PPT你做的会好一点 然后你做完PPT也让我看一下 我让你看一下 会让你看的 因为你今天你这个就整得很不好 啥 就是你这个汇报记录这个事 你就弄得这个 啥意思啊 他俩怎么 我不知道你写的是三个 然后那两个 你不知道我想 那两个你写的有点多余 因为大家都 我都已经写完了 然后你还要再写一遍 不是啊 老师的目的并不是说 我们把这个全都完成了 老师的目的 那你也要告诉我一下 你写的是三个 你这样是搞得我 像我少写了一个 晚上我还怕老师批评我 批评咱们说那个没有写 那昨天我明明跟你说 说了呀 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写 因为对疾病的了解 你说你写不完 我说那我们尽力 反正我搞不懂你在想什么 这句话 你这个男生 你这个男生那么小心眼 我不是小心眼 你已经不止一次了 我不想戳破而已 你戳 你现在就戳 没有 无所谓了 这怎么 这这这 我是找什么 找前阳吗是吗 你看咱人都不说话了 刘畅已经不回应了 而且今天是要靠合作的 呦呦呦呦 有 你有你的优点 我有我的优点 你却从来都看不到我的优点 你知道这对我造成多大的崩溃吗 赶紧吃瓜 还甩了下刘海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你再给我原原本本地说一遍那句话 你再 Žjm Italia 无所谓了 大家赶紧把这个PPT做完 他看旁这旁边是三个人 远关 要是女孩在还好点 对 电脑往哪下 来来 已经零沟通了 他们也不好意思问吧 这个时候肯定会看向你最安全感的人吧 刘姐哭了 刘姐 别哭啊 刘姐 怎么了 刘姐 刘姐 你别哭啊 刘姐 妈妈妈妈妈 给刘姐拿纸 刘姐 我陪你哭 我也压力很大 刘姐 我明天还考试呢 没事 我就想吐槽 我实在憋太久了 是 可以 可以 冲吧 冲吧 昨天老师说你们把这三个案例都给写掉 他跟我说我写不完 我们又一个人写两 我说我觉得我能写完 他说那你写吧 反正我写不完 我说那尽力吧 他写了两个 然后我把我的写了 然后把他那两个也写了 那大家就不是交作业啊 就是老师让我了解一下病情啊 你写了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他就觉得你你你把他的也写得很不爽 就 这不就很奇怪啊 唱姐说的对 唱姐没有错 我也觉得很强 哈哈哈哈 他不在干吗 没事我没有让你们评理 我我只是 哎你别举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哎张恰居然是这么可爱的性格啊 太可爱了 我真的想要说你 我实在忍不住了 你还咋地咋地 行就埋态我吧 我就埋态 对埋态吧 你作为一个29岁的人 自己不好好努力 你怪别人 我喜欢刘畅这个性格 也就当面来吵 我现在我也很无语 你知道吧 我实在忍不了 我也实在忍不住了 你今天那个汇报简直给我打败了 你知道吗 我没想到你能撬出三份报告出来 然后你还不告诉我 我交的是两份报告 我怎么没有告诉你 然后这哎 我就无法解释 我这但是我解释不了了 我都 你要先做到冷静冷静 先先冷静 让他也冷静一下 你也先做到冷静一会儿 你先把事情说清楚 你们两个都是有一点误解 因为你们其实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 都在为对方做妥协了 但是对方都不知道 我可以这么说 我俩接触这么长时间 我俩没有一次合作的特别完美的时候 这话就不要说了吗 又是哪儿 我 我 行行行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好吗 我诚心地给你撒几道歉 好不好 行不行 你就把你觉得你今晚能完成的量拿走 然后留下给唱姐就好了 他走了再见 那你睡觉不做了吗 明天工作 我今天不睡觉也会把工作做完的 其实我就有一个特别容易尴尬的地方 就是别人嘲笑我 我如果在当时在场 我会不知道我应该 不知道该怎么回算 那你今晚了怎么办呢 这件事 我不知道啊 那我就自己先做一份明天再说吧 你就跟他说 今天我做哪些东西 那剩下你能不能完成步 对吧 我多少几点之前 我把我那部分东西交给你 然后剩下你来搞定 就这样子 哎呀 风声有领导力啊 很成熟表现的 好吧 问题就不落了 这就是你们 其实还是沟通啊 对 还是沟通的问题 对 有时候还是要自己要兜底呢 也就是看到这种情况 还是要自己先沟通好呢 有时候两人的合作不好 一个大团就更合作不好 你知道吧 你刚开始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后期 你磨合好之后 你这个团队的一加一是大于二的 情商好高哦 好成熟 还没比试前 我们组已经裂开了 你们不会再两个人演戏 放烟雾蛋吧 对 哈哈 哈哈 好无聊 你们PPT不会做好了吧 啊 啊 啊 人家化解了 这尴尬 而且还有台阶下 哎呦 拜拜 你们加油 拜拜 加油加油 来神外努力 抓紧回家 来神外努力 神外努力 请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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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